今晚我想蠻甜 螃蟹大餐 螃蟹秀開札 哈囉 歡迎收看螃蟹秀開札 咔嚓咔嚓 你看 我們的九尾的這個螃蟹雜 終於出現了 為什麼 九尾好久了 真的 他重出江湖了 他睡很久了 他休息很久了 因為呢 這一集節目很不一樣 很特別嘛 是我們的跨年特別節目啦 對 新的一年開始了 剛剛跨年大家應該都很開心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所以呢 要跟大家來聊聊 這個過去一年的回顧 跟新的一年的展望啦 也非常感謝大家 準時鎖定我們的螃蟹秀開札 每個禮拜一下午1點鐘到2點鐘 那當然我們先來 先一個溫故之心 我們先來個溫故 回顧一下 新的一年已經開始了 好 不過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 一定有很多的新聞事件 在你心中掀起了很大的涼漪 而且呢 對你的人生 可能對你的生活也影響非常久遠跟巨大 我們現在就先為大家來整理囉 就是最新的網路平台所選出來的 年度十大台灣新聞 大家覺得過去這一年喔 在台灣發生這些這麼多新聞事件當中 你覺得你心目中對你影響 覺得是最 你覺得這個新聞最勁爆的是哪一條新聞呢 歡迎大家在YT聊天室留言寫出來 到底你覺得哪一個新聞 你覺得是最勁爆 最震驚的新聞 當然呢 等等呢 也要請我們的大千哥 來跟大家來分析分析了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最新的網路平台所 他們所票選出來的十大台灣新聞 當然大千哥待會講新聞 不見得在這上面 也可能跟這上面是一樣的 那他們所票選出來的 包括了他們認為最重大的新聞 本土疫情升級 三級境界 我們台灣全台灣生活巨變 這影響真的 你我都影響真的很大 希望在新的一年 疫情能夠趕快的退散 大家能夠回歸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呢 這個天災人禍真的能夠小一點點 好 第二大呢 大家覺得去年 這個最震驚的在台灣 泰魯閣號出軌 49人不幸零難 73年來最慘 真的是最傷心了 這個秀秀覺得是最傷心的新聞 那待會也要請大千哥來 一起來分享 第三大是東京奧運 奪得我們中華地史上最佳成績 是非啦 好厲害喔 這個拿金牌就拿金牌 這個戰之勇猛 戰之勇猛真的很厲害 好 第四大新聞又是什麼呢 從疫苗短缺 吵吵吵 吵到過剩了 原本大家打不到線呢 沒人要打 這真的是不知道怎麼算的 疫苗爭議騰出不窮 還有第五大新聞 包含了四大公投都沒有通過 2022大選呢 是不是呢 這個藍營爆出警訓了 這待會也可以請大千哥 來好好聊一聊 另外呢 第六大新聞呢 這個大家應該也很有感 五十六年來最嚴重的乾旱耶 濃損超過了五億元天災人禍 在過去的一年真的很多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 匹急太來好嗎 第七大 五一三大停電 真的跳電了 修學家也套電了 那個時候全台供電 不穩的大困境 新的一年拜託不要再缺電了 好不好 第八大新聞 政府推振興經濟券 大家用完了沒 趕快去用 今年二月底前呢 要記得要把它用完 是二月底嗎 對不對 對 好 另外呢 還有來看部會加碼啦 希望大家能夠 在這波疫情當中呢 還是能夠平安的度過 第九大新聞 城中城大火 這是一個社會的焦點啦 這個也曝出了這個老屋 都庚等等 危老等等的相關的一些危機 第十大新聞 民代罷免案頻頻影響了公投案的聲勢 真的在過去一年 或是在今年 即將面對或曾經已經辦過的 很多的這個 相關的一些罷免案件啊 有成案的 有不成案的 這麼多的 在在顯示呢 這個人民意志的展現 也跟現在這個 在台平上的政治人物 做好做不好 都可能還是有人民的意志 能夠來貫徹 所以呢 時時刻刻的警惕 也影響了公投的一些聲勢 好 這麼多新聞 我要先跟大千哥來聊聊了 大千哥 你覺得啊 這過去一年當中 你覺得讓你覺得最震驚 最誇張 你覺得最驚訝的發生的時候 你覺得哇 怎麼會這樣 是哪一條新聞 其實坦白講喔 就是這十條新聞 在不同的層面上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一條一條來聊一下 好 第一條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本土疫情的爆發 我想這讓台灣人民 經歷了一段這個 這個生死交官的歲月 就在那幾個月裡頭 我們面臨了很多生離死別 然後我們非常擔心 整個的情勢的發展會不會失控 那麼後來當然這個 我們付出了很龐大的代價 我們付出了這個一萬多人的確診 然後我們犧牲掉了很多條 無辜的性命之後 我們暫時守住了 但是這件事情 現階段未來的後續的發展是 我們現在要關注的是 7加7的方案 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破口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擔心的問題 真的 因為農曆年馬上就要到來了 我相信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這個海外的這些民眾 台灣的民眾 他們要回到台灣來 跟家人團圓過年了 所以現在採取的這個 折中板的7加7的方案 究竟能不能夠落實喔 究竟能不能夠繼續的決戰邊境 然後嚴守邊境 我認為現在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在過去的這幾週 我們看到的幾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 防禦旅館的SOP 做的其實並不夠完善 好像群聚感染了 對 防禦旅館有群聚感染 那麼現在運氣好 各位想想現在 我們看到那些群聚感染 至少都是在14加0 不是7加7的政策 所以它就算在 14加0 被感染 對 它就算在裡頭被感染了 我們都還有時間把它抓出來 因為它還在被隔離 可是如果7加7就難說囉 它搞不好感染了之後 它還沒有發作 它人就出來了 等它發作的時候 人就已經在外頭了 所以這是其實 大家現在高度憂慮的問題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我非常擔心 因為7加7 7天很多 你自己看那個案例很多 都超過7天之後才爆的啊 而且你看到沒有 最近回來的這些境外感染的數目 是大幅的暴增 對 飆升耶 以前是幾個 十幾個 現在二十幾個 對 所以代表說 其實這個是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危機 所以第一個我要提到 就像這個本土疫情 會不會第二波的本土疫情 重新爆發 我認為在未來的 這一個月兩個月是重要的關鍵 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要小心的保護好自己 真的 你看剛跨完年 好 耶誕也過了 接著又要農曆全節 大家很開心 大家都希望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開心 平安的過一個節日 可是大家一定會聚在一起 跟家人嗎 不跟朋友至少也會 跟家人相聚也好 這一年工作這麼辛苦 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的一個 其實很多的專家之前 就已經一直不斷的 在這個政策還沒推出前 一直提出呼籲認為7加7不行啦 不夠啦 真的不行啦 而且你看那個Omicron 全球爆成這個樣子 包括歐美都已經 已經新一波的警戒了 都還有都加強嚴格邊境了 可是我們怎麼好像 反而倒退路呢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 我們所有的這個鋼鐵蟹堡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的就是說 接下來的這一個月 顯然會有很多的這個風險 那麼大家在出遊的時候 那麼或者在聚餐的時候 都還是要做好個人衛生的保護 因為最重要的是 現在如果進來的是 Delta或者是Omicron的話 坦白講都是靠氣溶膠傳播的 這已經不是傳統的 我們看到的 用接觸式的感染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密閉的空間 大家就更要有這個 自我保護的這種警覺的意識 是 而且其實來看到的是呢 剛剛大清客提到氣溶膠傳播 你除了這個噴酒精洗手啊 只要在密閉的空間 其實傳染力也都是相對來說是高的 所以提醒大家真的 所以我們剛剛跨完年齁 大家很開心 接下來還有我們很期待的春節 希望能夠全家團聚的春節 但是呢這個7加7的方案 讓很多人真的 很多專家現在心驚 膽戰心機 因為這很多 很多專家是覺得他們現在 現場好像是感覺像烏鴉嘴一樣 對不對 但是其實到時候 如果在這個節日過後的 兩個禮拜之後才要見真章嘛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的擔心 也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在跨完年之後 在迎接春節即將到來前 還是記得喔 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絕對要特別的小心 對像我跟大誠哥 還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滿好不好 這個手還是記得要噴酒精 不過當然呢其實呢 我們來看是過去這一年來 其實秀秀自己覺得 我這最驚訝的新聞是哪一個呢 是我們的東京奧運 中華對史上真的好厲害好棒棒 我覺得這是一個充滿震能量的新聞 我們台灣的中華進來表現 真的非常好耶 好多人都拿到這樣的一個金牌 而且金牌金的很厲害的金喔 還不是一般的金喔 那個醒飛他們那個組合 哇把對手殺的真的是 他們這個秒殺啊 反應力之快啊 真的讓我覺得 其實我們台灣還是有很多很多 在不同領域很認真 在他們的這個專業 不斷的努力精進 然後也為台灣奪得 中華之光的這個賤兒 所以我覺得其實全台灣各地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也能夠繼續把這個正能量 不管你是做什麼樣的職業 也不管你走在什麼樣的人生 賽道上頭 不管你參加什麼比賽 或許你參加不是奧運 每個人生有不同的人生的比賽 競賽的不同的獎牌 都希望大家能夠拿到自己人生的金牌 好 接下來我還要去 而且秀秀你剛才講的 那個東京奧運 對 就讓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當我們看到我們的運動員 有這麼好的表現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運動員 最在乎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必須要讓這些 長期在準備的運動員 要給他們一個發光發亮的舞臺 這才是關鍵 他們努力了幾年幾十年 為的就是那一刻 比賽 所以還好我要強調的是 民進黨沒有硬搞冬奧證明 就如果當時民進黨 真的硬搞冬奧證明下去的話 很有可能 我們的這些奧運選手 根本連表現的機會都沒有 都不用參加了 對這些選手來說 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一件事情 因此接下來 不管是馬上來的這個冬季奧運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體育賽事 請政治人物把自己的意識形態 先收起來吧 所以這些體育賽事 真正的目的是 為了讓台灣的體育選手 能夠有一個表現的 這個舞臺跟空間 不要連這個基本的權力 都把它剝奪掉了 讓政治的歸政治 體育的歸體育 那麼也許現在 因為國際政治的一些相關的現實 我們沒有辦法用 這個大家期待的方式 來用適當的名稱 來參與這些賽事 但是這些名稱 只要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只要是長期以來的習慣的 我認為都不足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再造成任何的風波跟風險 然後斷送掉我們這些體育選手 他們能夠發光發亮的機會 是 當成哥講得很好 沒有錯 這個台灣的政府也必須 要給他們足夠的資源支持 也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參賽的 一個權力跟舞臺 也要好好的想想 我們這個一個國際的處境 希望能夠替我們的國人 能夠爭取到最好的一個 表現的位置跟機會 要不然真的很多人很可惜 好 當然呢 這個我也要再跟大清哥來請教 這個新聞 當我覺得是我過去這一年 覺得是最傷心的新聞 就是太魯閣號出軌 你看到現在發生多久了 時間多久了 後續的一些相關的賠償 到底有沒有到位 責任歸服 完全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具體的進展 所有的責任都能推的都推乾淨了 然後因此下台的 只有一個交通部長下台了 當時在阻礙交通部 推動台鐵改革的蘇貞昌 躲了個十幾天之後 又重出江湖了 就當作沒這回事了 對耶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一個悲哀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新聞 真的太多了 所以呢 一個新聞蓋一個新聞 就像去年我們在報 林秉書案的時候 那個時候報得沸沸揚揚 可是一個王力宏的新聞 馬上就蓋掉了林秉書 然後大家就忘記 林秉書這件事情 所以同樣的 像太魯閣號剛發生的時候 真的是舉國同哀 就是說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都可以感同身受那樣的痛苦 心很痛 然後大家也發揮了很多的愛心 那當時也希望政府能夠究責 能夠亡羊補牢 可是現在時過境遷 有亡羊補牢嗎 其實我高度的懷疑 現在到底這個我們一直不斷的強調說 台鐵東部幹線 應該要沿線做相關的這個 這個警示的防範機制 防止外入外物進入這個軌道 這個機制到底做了沒有 這個監控的線上機制 到底完成了沒有 我記得當時看過那個 預算並不需要太多錢 那預算只需要個幾千萬 就可以完成了 可能工程始終沒完成了 所以到底現在完成了沒有 我覺得其實我們已經付出了 這麼大的代價 犧牲了這麼多無辜的性命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再發生 所以其實像這個第二條新聞 我覺得是一個很令人傷痛的事情 但是希望政府盡快的給我們一個交代 沒錯 泰魯閣號出軌 我們真的不希望再次的悲劇 相似的悲劇再次的重演 不過我之前有看到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這個泰魯閣號 他們這回裡面的信承者 最後一個出院的人 他就說政府到現在還是沒有 他們說好的那個 做好什麼防護網 沒有啊 沒錯啊 而且他們也說 政府對他們的慰問態度 非常的消極 錯誤全部都推給 就是那個工程車 其他人都不用負責 對啊 其實最大的問題 工程車當然要負責 但是我們如果回歸到 當時的那個事件的話 最大的問題是 為什麼台鐵東部幹線 在很多人員稀少的地方 那個邊坡是沒有防範的 就哪怕你架一個鐵絲網都好 連那個網都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就像是一個撥了殼的雞蛋一樣 隨時都可能受到傷害 因此我們不斷的在呼籲台鐵 要把那個邊坡的預警監視系統 做出來 到現在為止到底有沒有 坦白講我是高度的懷疑 不過這樣子真的是讓人覺得 新的一年我們政府 真的要再繼續加油 好不好 我們的監督的力量 我們中天電視中天新聞 會持續來監督看政府 到底有沒有補好補滿 亡羊補牢這已經不是預先了 亡羊補牢這個網子總是要補吧 不能讓這個洞一直破在這邊 越破越大更多老鼠跑進來 不行吧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來監督 當然呢再來繼續看看是呢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聊的 我覺得是這個最扯淡 最扯淡的新聞是什麼 秀秀覺得過去這一年 最扯淡的新聞就是疫苗 疫苗政策 我們台灣的疫苗政策 真的是讓人傻眼到 眼睛都碎在地上 碎了三輪了還在碎 怎麼會這麼的 離譜跟荒腔走板呢 原本是給一年的時間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到最後呢 居然沒疫苗 好 大家想到疫苗 然後這別國都在打了 結果我們想要疫苗打不到 好啦 結果民間企業 跳出來救援了 這個公益團體組織 跳出來救援了 終於買到足夠疫苗了 結果也沒有規劃好 後來呢 政府相關的一些疫苗 好像逼人民打高端一樣 而且呢 後來居然又變成過剩 甚至還有疫苗過期 這中間存在著好多好多政府 對於這個疫苗政策的一些 這個漏洞跟一些缺失喔 大謙哥 對 我覺得疫苗採購的黑箱作業 是造成台灣疫苗短缺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以台灣現有的財力 以我們的這個國際的實力 要買到足夠的疫苗 理論上根本就不困難 那麼為什麼民進黨 從前年的三千萬劑的BNT 都已經快要完成簽約了 要進行採購了 忽然反轉 然後忽然把這個BNT 這個視如紅色疫苗 極盡所能的抹紅 極盡所能的抹黑 極盡所能的污名化 那麼甚至最後 連那個復必泰的標籤 都不能夠有這個簡體字 是什麼樣的一個理由 讓民進黨的這個疫苗採購政策 有這麼大的一個反轉 然後最後造成了台灣疫苗的短缺 其實這中間有太多太多的謎團 包含剛才秀秀講的 像高端疫苗 為什麼可以在政府的這個 重重的放水 護航的情況之下 一路過關斬將 在不可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情況之下 台灣自己主動降低了 疫苗審查的標準 然後發了他的EUA 然後接下來又進行採購 然後又讓這個高端疫苗 馬上的就可以上市來進行施打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還很貼心的為了高端疫苗 設計了一段 將近一個月的疫苗空窗期 所以才讓幾十萬人 他們不得不去打高端疫苗 我為什麼要講不得不 就是因為有選擇 大家就不會去打 所以到現在 各位就可以知道 高端疫苗剩多少 因為所有去打高端疫苗的人 可能都很懊惱 因為有很多人是被迫的 有很多人是被騙的 那麼但是這些打過高端疫苗的人 其實等於打白開水一樣 因為他們接下來 要出國要再打 還要重打嘛 所以他們接下來還是要重打 所以其實這些中間有太多的疑點了 那麼這些疑點 就好像是蔡英文的論文門一樣 你只有等到政黨輪替的時候 才能夠看到真相 就如果你想知道 在疫苗採購的過程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就只有政黨輪替了 唯有政黨輪替 才能夠把這些黑幕挖出來 但是你說疫苗 短缺到疫苗過剩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疫苗 不會過剩的 會過剩的原因 都是因為衛福部自己 指揮中心的政策失誤的問題 譬如說前一段時間 有幾十萬劑的莫德納 眼看就要過期了 可是我好奇的是 現在我們都在鼓勵 我們很多年長者 很多這個免疫能力比較弱的人 很多有長期病的朋友 你只要施打完兩劑疫苗 隔了這個五個月 你就可以趕快施打第三針了 對 而且其實全世界 現在都在抗Omicron嘛 這麼嚴重 以莫德納為例 莫德納的第三劑 就是打半劑的劑量 所以其實我想 我那時候算過 我們幾十萬劑的莫德納 事實上是立刻可以打掉的 因為大家想想 我們在先前大概五六月開始 我們的長輩就開始在打AZ 是 他們打完兩劑AZ 事實上現在就可以考慮 重新要來施打這個莫德納 事實上這是可以考慮的 對 如果政府做有效的規劃 跟運用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盡量的 讓台灣的民眾完成第三劑的接種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似乎不需要針對Omicron 去研發新的疫苗 原本大家是說 要不要打第三劑等一等 如果Omicron取代了這個Delta 而Omicron又無法受制於現有的疫苗 那就要研發新疫苗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疫苗打了第三劑之後 加強針對Omicron 還是有一定的防範效果 所以政府現在要做的事是什麼 儘快的讓台灣的民眾 在未來接下來的我們這一年 完成第三劑加強針的施打 那麼我必須說句實話 我們的疫苗遠遠不夠 如果大家要打加強針的話 這是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這一點都不困難 所以政府的這個疫苗 要用在刀口上 然後同時政府的疫苗採購 必須拿出成果 所以接下來的未來的這一年 各位沒有民間團體在捐疫苗了 我們就只能夠賭 就是民進黨政府開出來的承諾 說他們今年訂了多少萬劑 這個兩千萬劑的 這個莫德納的加強針可以到貨 那你就要看到 到底是不真的能夠到貨了 所以台灣目前為止 我不認為有疫苗短缺的問題 所謂的短缺 所謂的過期的浪費 其實都是因為 指揮中心的錯誤政策 安排不到 是 大謙哥講得很精闢 沒有錯 其實呢如果安排得好 怎麼會浪費掉呢 怎麼會過期呢 就是沒有安排好沒有銜接好嘛 然後整個呢政策一團混亂嘛 導致於人家想打的時候沒得打 人家不想打的時候呢 這個疫苗的量並沒有算好 才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情形喔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新氣象啦 Omicron能夠趕快好離開大家 我們的疫苗也能夠打到足夠 不過當然呢 我們還要再來聊一聊的是 今年喔 其實新的一年喔 今年是個很重要的一年 九合一大選 對 九合一大選就在今年 這個也會牽動未來的 再接下來一個總統大選的 一個藍綠的版圖 好 九合一大選 大家當然都是 非常高度的一個關注啦 好 當然這個牽涉到 我們過去這一年的公投啊 是公投之後的一個氣勢 然後包括了很多可能中間的一些 包括了藍綠對決的一些 立委的補選啊 或者是有沒有 立委被罷免等等的案件啊 我們要請大家一個來分析一下了 好 今年這一場 這麼重要的選戰即將要來開打 在這樣的一個目前此時此刻 您看喔 這個九合一大選呢 我們台灣人民能不能夠 擺脫網軍的操弄 然後真的投出自己的意志 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被很多的淫武者在中間 或者是反串的淫武者 來搬弄是非 是真的能夠選出賢語能嗎 對 在過去的這兩週 我們的節目裡頭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關於四大公投的看法 就是總結一句話 就是福獲是相依的 四大公投的輸贏喔 其實未必是最後的輸贏 那麼就要看贏家 能不能夠掌握贏的契機 然後自己深刻的反省跟檢討 輸家能不能夠這個看清楚 自己輸的原因喔 然後重新的做調整跟布局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這四大公投其實也坦白講 沒有什麼的輸贏問題喔 因為雙方的基本盤 這個快速的拉近喔 所以其實差距非常的小 那麼在2022年 就今年的接下來的 這個九合一大選 我認為對民進黨來說 仍然存在很多的變數喔 他就他雖然自認為 他已經可以一統江湖了喔 他可以這個張牙舞爪喔 這個呼風喚雨了 但是事實上如果僅以公投的結果來看的話 民進黨其實是危機四伏的喔 因為他除了基本盤全面的在萎縮 那包含事實上公投的 這個主流民意的表達 未必是站在民進黨那一邊喔 那些沒有參加公投 可是他的意見是跟民進黨相左的 這些選民 有沒有可能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轉換成民怨喔 然後反撲到民進黨的身上 更包含接下來在我們今年才剛開始喔 就民進黨在農曆年前 這個日本的駐臺代表 已經要求我們在農曆年前 就要開放日本的核實進口了 可是他又告訴我們說 開放日本核實進口 跟加入CPTPP沒有關聯喔 照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的情況下 我們有必要要開放日本核實進口嗎 好像沒這個必要喔 所以我要講的是 如果今天民進黨為了 要向日本政府交代 為了要還日本政府 他在2020年選舉的時候 對蔡英文的大力的支持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台面下的按盤交易囉 那麼如果今天民進黨政府敢幹這件事 那麼又沒有CPTPP拿來當掩護 不像說在這個公投的時候 硬是把萊豬跟CPTPP扯在一起 好像我們不吃萊豬不進萊豬 我們就走不到國際社會囉 就這一套 這個已經被民進黨 這個日本駐臺代表的這一套 這一番大實話把它打破了 所以民進黨接下來要怎麼樣 有開放日本核實進口的正當性 那這必然會引發更大的民怨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一年 對民進黨來說 也是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那所以你說九合一大選的勝敗的贏家 究竟是誰 目前為止很難說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 所有的大選講究的都是大氣勢 誰能夠掌握了氣勢的主流 誰能夠掌握的議題的這個發言權 誰就能夠贏得這場選戰 所以國民黨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要針對接下來的這一年 必須要有整密的佈局 要有完整的劇本 然後要有足夠的論述 要把整個大的風向導引到 對這個反民進黨的這些陣營 有利的方向 那麼當然民進黨 就很有可能在2022年大敗 是沒有錯 其實只要是誰能夠 真的站在民意的那一方 誰真的站在民心 誰真的能夠獲得民眾真心的支持 就能夠贏得選戰 不管在野黨是誰 不管執政黨是誰 只要能夠把人民的新鮮 放在最重要的心中的位置 心的位置 好 沾心對待的位置 就能夠 好 當然這個前提是 這些人民沒有被操弄了 沒有被這個網軍啊 引誤者給操弄的狀況之下 就能夠獲得民心 好 當然呢我們來看看的是 還有這個56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農損超過5億元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喔 大謙哥記不記得 這個全世界真的天災啊 真的很多 包括氣候暖化的問題 很多人都在推測啊 預估不久之後啊 水會煙高多少啊 氣候暖化會讓海平面上升多少啊 然後很多地方可能會消失 包括台北可能有泡在水裡頭 等等等等 好 這樣的一些想法 的確我們看我們全世界的氣候 都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 好 跟變動 不該下冰雹的地方 大下冰雹 不該有龍捲風的地方 龍捲風狂氣 好 不該乾旱的地方 乾旱 不該有水災的地方 水災 好 在新的一年 好 這個天災 我們也希望能夠 當然能夠越少越好 當然這個人禍跟天災 千萬不要交織在一起 所以 新的一年 我覺得我們在過去一年喔 揮別了一些 該送走的 那我們新的一年 希望能夠有新的氣象 一起迎過來 不過呢 這個大停電的問題 恐怕一時半载 不是能夠解決了 因為台灣的 你看這個包括了 郭台銘他都說了 這個缺電問題 好像似乎是很嚴重 所以大停電的問題 供電不穩定的狀況 在台灣 新的一年恐怕 是不是還要面對呢 其實這第六個 跟第七個新聞 是綁在一起的 就是說大家看到了 我們的農損無益 也許聽起來沒什麼 那麼看到了這個56年來 我們面臨到最嚴重的乾旱 那似乎也安然度過了喔 但是就像秀秀講的 它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 就這是發生在台灣而已 可是全世界 在過去這一年 已經發生過太多嚴重 因為氣候變遷 所造成的重大的 這個天然災害了喔 我隨便舉舉個例子喔 各位看到這個去年底吧 美國的中西部 就爆發了一個超大規模的 龍捲風的這個災難 五六十個龍捲風 對它不是一個龍捲風 這是很多個龍捲風發生的 而且原本我過去在美國留學過 我知道美國的中西部 有幾個州是會發生龍捲風的 但是這一次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它這次龍捲風的數量太多了 太多了 多到驚人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五六十個龍捲風同時爆發 然後第二龍捲風的這個強度 跟速度都是很驚人的 這個大家知道這個龍捲風 過去你們在電影裡頭看到的 這個什麼Twister這種龍捲風的經驗 因為至少你開個車子 你只要往反方向跑 龍捲風追不上你的 可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很多龍捲風的速度是驚人的 就是你就算發布了龍捲風警報 你現在跳上車開始在跑 可能來不及 你都可能沒它快 所以這個龍捲風的強度跟速度 跟以往都不通 再包含了像這個龍捲風 它可以試驗到更多州 它除了過去傳統的這個 比如說Kentucky這幾個州以外 還有很多州通通都受到了波及 就以前沒有發生過龍捲風 居然也被失眠 這是龍捲風的案例 更不用講美國的森林大火 美國的森林大火 在過去這一年的三場森林大火 就燒掉了整個半個 班乃迪克州的面積 數目就沒有了 然後你在看到南北極的狀況 北極已經到什麼狀況了 北極已經到了這個 我們的北極熊都快要沒有東西吃了 各位知道北極熊本來是吃海豹 那海豹的棲息地就是在海冰上面 北極的海冰上面 可是當沒有浮冰了 當沒有冰層了 海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嗎 然後北極熊就沒有海豹吃了 所以我看到去年的一些畫面 北極熊開始吃巡鹿了 開始吃 因為它沒有海豹 它只好去獵殺其他的動物 你改變了整個北極的生態 所以未來北極熊可能都會滅絕 那你更不要講南極了 南極的冰茂現在正在大幅的融化 南極的這個冰川 最後的冰川 也在融化當中 那企鵝怎麼辦呢 企鵝也沒有棲息地了 所以全世界現在正在面臨 這個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衝擊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情況 它惡化的速度 保證你跟我都看得到 這是我們擔心的 在2035年很快啦 馬上就要來臨了 就十幾年以後 我們兩個都看得到 大家好好保重身體 我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都看得到這一天 2035年的地球 就已經是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不一樣地球了 這個有更多的天然災害 海平面的上升 然後甚至當海水的這個濃度的改變 整個洋流也會改變 所以會有更多的物種滅絕 是 海中生物也都不一樣了 對 然後包含我們的 這個農作物的生產也會面臨問題 包含我們看到臺灣的乾旱 臺灣的乾旱只發生在臺灣 可是全世界的沙漠化的情況 很多地方都更嚴重了 當沙漠化發生的時候 農產品的這個數量就會降低 所以全球馬上就會陷入了一個 糧荒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全球暖化造成的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 在去年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叫做COP26 就是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 這個第26屆的會議 在那一次的會議裡頭 大家原本期待這些先進國家 能夠做出具體的這個減碳的宣示 而且要有具體的行動 但是很遺憾的 當時並沒有達成這個共識 但是也做成了一些 這個未來努力的方向的確認 那麼COP26之後 馬上所來臨的是什麼 馬上帶來的就是像歐洲國家 歐盟開始宣布要科徵探邊境稅了 在2026年 今年是2022年 在2026年1月1日開始 歐盟就要科徵探邊境稅 那探邊境稅是什麼呢 它針對所有的進入歐盟的產品 它都會進行探的足跡認證 就是說你今天生產的這支手機 到底這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用掉了多少碳 那麼就是你的一個 碳的這個累積的 但是它就按照你這樣的一個 這個排碳的狀況來科你的稅 所以如果今天台灣不針對這些 貨物先針 科針 探稅 那麼歐盟就會幫你科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必然會墊高我們的產品的成本 所以各位現在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台積電幾乎把台灣的 風電都買掉了 因為那就是綠能 因為台積電很聰明的知道說 接下來全世界的各大廠商 可能都會在考量這個 這個全球暖化的這個 對抗的策略當中 做出積極的表態 就是說所有他們的零件採購 都要以這個零碳牌 或者是碳中和作為前提 就是你做得到零碳牌再說 你做不到零碳牌 我就不要買你的產品了 所以台積電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了 那麼台灣其他的產業 能不能夠經得起這樣的一個挑戰 不只是歐盟 我相信其他的國家 也會陸續採取類似的措施 那麼為什麼我說6跟70連在一起 這就跟台灣未來的發電結構 能源結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了 因為各位知道 所謂的這個碳排放的過程當中 最嚴重的排碳 當然就是人類的生活 在人類的生活裡頭 最嚴重的排碳 又是來自於交通工具跟發電 這都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宗的 所以台灣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民進黨端出來的這個能源結構的菜單 是告訴我們說 要走50%的天然氣發電 20%的這個綠能 30%的燃煤發電 各位看看這樣的一個結構 這樣的結構代表什麼 代表80%都會排碳 都不是真正的綠能 雖然天然氣的發電排碳的比例幅度會降低 相對少一點 可是天然氣在開採的過程當中 天然氣的主要的成分甲碗 是比二氧化彈更恐怖的溫室氣體 所以在去年召開的COP26會議裡頭 其實有針對甲碗要做出減排的決策 那麼我們台灣反其道而行 我們現在還要去採購更多的甲碗 採購更多的天然氣然後來燒 所以你說這樣的過程 對於這個對抗全球暖化 有沒有具體的幫助 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那麼這80%的電 都會讓我們的產業去承受很龐大的 未來碳邊境稅的成本 那剩下那20% 你說有20%嗎 也沒有 現在所有的綠能發電到目前為止 連6%都不到 只有5%多 所以未來能不能走到20% 其實我們也高度的存餘 是一個目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台灣未來大停電 供電不穩的情況會層出不窮 因為綠能無法達標 那你就要靠其他的 其他的來補 這個缺口補得了嗎 其實大家也是高度的存疑 那你更不要講 你50%的天然氣發電 為了這個天然氣發電 摧毀掉了我們桃園的大潭藻礁 然後你這個天然氣發電 因為在全台灣要蓋各式各樣的天然氣儲存槽 每一個天然氣儲存槽恐怕都比核市場危險 因為任何一個天然氣儲存槽只要爆炸了 那你連真的跟家人說再見的時間都沒有了 而且天然氣儲存槽設的地方 畢竟還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這些都是未來一些不定時的炸彈 風險其實也非常高 對 所以台灣在面對全球暖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政府究竟要做出什麼樣具體的努力 我認為這是台灣的這個政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大家都要認真思考 那同樣的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我們的能源結構 也是非常的脆弱的 而且是不堪一擊的 所以未來我們的產業 會面臨很大的威脅跟風險 我們一般民眾的生活 可能也會面臨很多的不便 哇 這個今年希望大家不要再跳電 不過聽起來恐怕這個大家的希望 還有在時間驗證了 不過看起來真的是 真的要高度的來重視這個問題 不過當然呢 剛剛大謙哥也提到 其實整個世界 剛剛其實我有個想要追問大謙哥的 這個梁荒 梁荒的問題看起來是勢在必行了啦 應該說應該說就是接下來 一定全球可能都會面對 我們台灣也必須要面對 梁荒發生該怎麼辦啊 對啊 其實休息人知道嗎 過去我們曾經經歷過一段 糧食生產過剩的日子 但是接下來情況就會改變 各位知道 就是說當氣溫 平均氣溫升高一度的時候 小麥 玉米 這些農作物的產量 就會反方向的下跌 所以會受到影響 就越來越少 對 然後還有很多物種 可能就會滅絕 所以有很多物種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的孩子 可能都再也看不到 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包含海洋的酸化 所以導致到海洋內 海洋裡的很多生物 也因此受到影響 所以未來的地球 如果我們真的不好好的愛惜 現在從現在開始 積極的做一些搶救的動作的話 極有可能發生在電影裡頭的情節 就我們現在看很多科幻電影的未來 顯然都不是很美好的 都是殘破不堪的 都是難以居住的 都是嚴熱難耐的地表 然後大家都住到地底下去了 那這些都是其實 都是極有可能 在全球暖化的這個趨勢裡頭 我們沒有有效的把它遏止住 讓它持續的惡化 那麼那一天很快就會來了 哇 所以真的是 新的一年大家 我覺得這個 全球的人類情緒 這個難度很高 而且呢 希望大家 希望這個狀況 這個恐怖的情形 不要太早到來了 不過看起來聽起來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一點努力 所以我過去這段時間 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對抗全球暖化的一些議題上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體會 譬如說第一 如果能夠搭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 就不要自己開車 那麼因為我剛才講過了 所有的排碳過程當中 人類的生活 尤其是交通運輸是佔大眾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搭捷運的時候 然後你就搭捷運 你可以騎腳踏車的時候 騎U-back 可是就騎U-back 你可以運動 你可以走路的時候就走路 你可以搭公車就搭公車 不一定要自己開車 然後第二個 就是當然如果可能 就換成電動車了 所以電動車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當然政府必須同步的配合 把發電的排碳降低 否則這個情況也沒辦法改善 因為你用了電 那個電還是用天然氣 或者是用燃煤發電的 不是一樣嗎 但是電動車一定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包含我們平常在日常的生活裡頭 要做好節電 這些東西都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要拜託各位觀眾朋友的是 當你看到比如說來自於聯合國的 氣候變遷會議的一些相關的報告的資訊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未來的全球暖化不會只發生在美國 不會只發生在什麼非洲 它也同樣發生在台灣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去年發生一個非常悲慘的事情 就是在非洲有一個小島叫做馬達加斯加 那個國家其實各位通常出現的時候 都是在什麼迪士尼的電影裡頭出現的 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它事實上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 所以它並沒有排除什麼二氧化碳 因為它沒有工業化 可是各位知道它卻成為全球氣候呢 這個變遷最慘的犧牲者 它竹竹有好幾年沒有下過雨 然後那個地方所爆發的災難 糧荒 你就看到那些婦女告訴你 哭著告訴你說 她只能夠讓她的孩子吃仙人掌 去煮仙人掌 然後吃蝗蟲 然後那些婦女在這個畫面哭著說 甚至她沒有水去把那個蝗蟲洗乾淨 她的孩子就要吃下去了 然後我看到其中有一個婦女讓我最難過 她說她的孩子才幾個月 八個月吧 她說她往生了 往生的時候她整個肚子裡頭都是仙人掌的子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吃 其他東西 農作物可以吃 所以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不會只發生在某一個地方 它會懲罰全地球所有的人類 有朝一日也不幸就會在台灣發生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說 你今天關個燈 你今天省個電 你今天省個水 節個能 它其實不是為了別人 它是為了你 為了你自己 為了你的孩子 為了你的下一代 我們今天做的這些事情 都是為了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要從現在開始做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做 那當然那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那我們才能夠有機會的 讓全球暖化的速度趨緩 否則氣溫這樣持續的升高 到2050年幾乎難以想像的悲慘就會發生 也就是30年後 也很快了 哇 真的是 真的 想了都覺得真的 其實我們都處 人類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 即將面臨非常危險的狀態 已經部分地區已經先行受苦了 比方說剛剛大星哥提到了 大家知道 當然其他地方一個一個 陸續大家是聯動的嘛 蝴蝶效應一定會相互的影響 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覺 也要正視這個課題 那要來繼續聊的是呢 政府推動經濟欠啦 我覺得這是我覺得 去年最開心的一個消息了 因為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雖然這個振興券的發放 很多人有很多的質疑 但是呢 至少有振興券可以花了 大圈哥花完了沒 我已經花完了 但是在振興券發放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某一種程度 也是增加了貨幣供給嘛 所以你就會推動了這個供需關係 讓這個需求量提高 那在需求量提高 這個在供給又剛好面臨到 全球的供應鏈危機的時候 其實台灣也不可避免的 面臨到的通貨膨脹 這個我們在去年的節目裡頭 有討論過通膨的問題 美國現在看起來 它去年目前為止的數據 還沒有確定下來 但是我看它至少 光是去年的通膨 就可能超過7了 就6.8了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破7了 所以7%的通膨 是美國這幾十年來 都沒有發生過的事 但是各位 通膨不會只發生在美國 全世界都發生 因為這是同樣的問題 原物料價格上漲 然後報復性的消費 然後大家因為提供了太多的貨幣供給 為了要協助紓困 度過這個疫情 印振興券的振興券 發鈔票就發鈔票 這些東西都是讓物價 一直不斷的在推高 所以各位現在 如果走出了這個大家的家門 到外面去想買個食物 這就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啦 荷包變變了 東西變得好貴 而且物價上漲的幅度 它不是3% 4% 它物價上漲是10% 連一碗泡麵 我們最喜歡吃的那個 統一的滿漢大餐 它都已經漲了10%了 那個Costco 大家去Costco買衛生紙的感受 就很深了 那個漲價的幅度都很大 所以這個漲價的通貨膨脹的情況 如果在未來這一年 全球供應鏈的危機還沒有解決 或者是說這個原物料價格 還是持續的維持在高點 那麼當然通貨膨脹要改變很難 尤其是關鍵國家就是美國 美國的聯準會為了要維持住 為了維持住美國國內 對這個繁榮的景象 因為美國今年也要面臨其中選舉 所以它如果沒有把這個景象維持住 其中選舉可能會敗 所以美國的聯準會 那你覺得他們在今年 他們會一直維持住嗎 我認為美國的聯準會會升息 可是到底會升多少 其實現在有各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說 它就升個這個兩碼 各位知道一碼是多少 一碼這個叫0.25 所以兩碼呢就是0.5而已 那美國的利率現在是0 所以0到0.5其實沒差的 所以這樣的升息 能不能夠這個讓通貨膨脹翻轉 沒辦法 就是說你這升息必須要高到某一個程度 你才有可能讓資金全面的回流 所以有一組說法認為 為了政治考量 而且要須中選舉 它們只會上昇性的升 但如果是這樣 美國的高通膨就會持續存在 那這是美國的雙面刃 它維持了高通膨 它的民怨也起來了 所以它又要解決通膨 可是又不敢把經濟的這個泡沫戳破 可是戳破了也會有民怨啊 不管怎麼做到民怨 金融危機又來了 那整個經濟就開始反轉 所以美國的狀況會牽動到全世界 所以對臺灣來講 當然我們也是在風口浪尖上 你看著美國到底是不是會升息 美國如果升息 臺灣必然也要升息 那當然資金就開始會回流 那通貨膨脹的狀況就會好轉 可是同樣的 我們現在的這種經濟榮景跟泡沫 可能就會破掉了 對 所以其實臺灣民眾 現在面臨了一個很辛苦的困境 其實好像不管怎麼樣 都是蠻難的我覺得 就像到今年 雖然我們看到軍工價加薪4% 然後這個基本工資的調漲 可是各位如果對比一下現在 但是加4%跟通貨10% 還是有6%補不上 對 所以其實你的錢還是變薄了 還是變小了 即使你有加 真的加到的話 當然 所以其實大家的生活會更辛苦 對啊 那這樣該怎麼辦呢 而且其實 這個大家其實也都是很擔心說 到底什麼時候呢 會變成這個 這個待會我們再進一步來請教 接下來未來的趨勢 這個要好好來請教一下 大謙哥來分析 我們先把我們這邊的十大新聞講完 好 然後當然包括了第9條的 這個有關社會焦點的議題啦 就是大火 所以大家也要提醒大家 在新的一年 一定要居家安全 一些家電用火用電用水的安全 大家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好 當然呢 還有最後就是有關於 這個公投案的聲勢 當然已經過了 但今年我們即將要面對的是 九合一大選了 而且馬上就要來臨的就是 林長佐的罷免案 跟這個台中第二選區的補選案 立委補選 其實就是過幾天之後 就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要拜託大家 一定要記得我們公民 應該有的權力跟我們的義務 就是說這個罷免案也好 或者是這個選舉 其實這是我們人民展現意志 表現聲音的最後的一條防線 我們千萬不要讓我們手上的 武器生鏽 不要自己廢掉了我們自己的武功 所以我要拜託 這個中正萬華地區的 這些選民朋友 一定要出來投罷免案 你不管你支持或反對 不要放棄這個權力 同樣的台中市第二選區的選民 我也要拜託大家 就一定要回去投票 就這個投票 才能夠真正的選出一個 為台中市第二選區 選民謀福利 真正在地的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其實這兩場選舉 當然也有指標性的意義 要拜託大家 就在未來的幾天 在1月9號馬上就要來臨了 請大家千萬不要忘記去投票 沒有錯 不過接下來我們剛剛談的 都是過去一年的這個新聞的 一個大統整 那接下來現在已經是新的一年了 好 我們新的一年 有很多的新的趨勢 你一定得知道 你一定得掌握 我們要請大謙哥 來做一個分析 對 如果要真的來講說 未來的新趨勢是什麼 因為其實 你知道我本身是 全國商總的那個區塊鏈 應用及發展研究所的所長 是 大謙哥超專業的 我自己在研究所開課的時候 也是在教區塊鏈 我認為接下來 這個今年度開始 我們會看到一個崭新的趨勢 對人類來說 很多是一個重大的革命 就是區塊鏈加上元宇宙 這樣的一個結合 那元宇宙這個概念 我想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當這個Zuckerberg 就是這個臉書的 臉書的這個創辦人 把臉書的名字改成叫做Meta Metaverse就是元宇宙的意思 Meta是超越的意思 所以Metaverse你要中文來講 它就是超越現存的 這個宇宙狀態的一個狀況 但是它跟區塊鏈是 基本上是完全相輔相成的 就是區塊鏈是支撐元宇宙的 一個重要的技術 那很多人在講到區塊鏈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想到比特幣 就想到加密貨幣 那麼我知道很多年輕朋友 都很熱衷在加密貨幣的投資 但是其實加密貨幣的投資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但是我可以先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我們先講一下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它其實只是區塊鏈的技術展現的一環 它不是區塊鏈的全部 應該說區塊鏈這樣的技術 支撐了加密貨幣的發行 那加密貨幣之所以有魅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區塊鏈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 又不可篡改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大家知道就是說 秀秀你想想看以前在網路上 就網路時代 它其實顛覆了我們的生活 它顛覆了什麼生活 就是我們以前要寫信 過年要寫賀年卡 你要寫聖誕節寫耶誕卡 過年的時候你可能要寄卡片 可是現在還有誰會去寫信 還有誰會去寄卡片 LINE WhatsApp 現在連發Email都很少了 為什麼 就是在網路上 它給了我們一個 新的不同的面貌跟生活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傳遞所謂的資訊 可以通行無阻 而且快速立即發聲 所以你可以在網路上傳遞照片 你可以在網路上傳遞訊息 你可以在網路上傳遞影片 但是在這個網路時代裡頭 在過去有一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在網路上 傳遞價值 就是錢 我所謂的傳遞價值 是點對點直接傳遞 比如說我現在要匯一筆錢給秀秀 在過去沒有區塊鏈的時代 不是用加密貨幣的時代的時候 我必須透過一個中介機構 銀行 對 我要用我的銀行 轉到你的帳號 然後我可以用手機操作 用網銀操作 但是我還是要透過我的銀行 到你的銀行 你才能夠到你的手上 就是等於說 中間還是要 等於說用手機 但是還是要連到你的銀行 中間經過了兩個中介機構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網路銀行 再用手機 然後譬如說 你今天在網路上購物 你要這個去做一些採購 你中間也要有支付機構 譬如說支付寶 譬如說你的銀行 這些都是中介機構 哪怕你在PC用買東西 你還是要刷卡 那這個卡是什麼來的 這卡也是從我的帳戶 這個我的卡到這個付費 給這個網路上的廠商 這是一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了 區塊鏈把它解決掉了 所以這就是區塊鏈的魅力所在 就是說它解決了點對點 網路上點對點的資訊傳遞 我可以直接把一筆錢 用加密貨幣的方式傳給秀秀 而且立即收到 那麼我用我的這個戶頭 轉到了它在這個 加密貨幣錢包的戶頭上 這個是立刻就可以發生的事情 不需要第三方的銀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是好處也是壞處對不對 這叫做去中心化的一個 新的金融時代 去中心化挑戰的是誰 挑戰當然就是中心化 對 所以銀行以後會少掉了很多business 它少掉很多業務 它的工作可能要不見了 還會挑戰誰你知道 還會挑戰中央銀行 因為每一國的貨幣 是自己的主權的展現 是 那如果今天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 沒辦法被使用了 那包含會衝擊到美元 是 美金是 還有全球霸權 這個全世界這幾十年來 吃定全世界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元是通用貨幣 可是當加密貨幣取代了傳統貨幣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沒了 所以這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過去這段時間 不管是銀行 央行 或者是各國政府 為什麼對於這個加密貨幣 都不是持正面肯定的態度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這個就挑戰到了 他們將來的重要性 但是你說加密貨幣能不能投資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覺得加密貨幣當然可以投資 就投資加密貨幣要有一個概念 加密貨幣是千奇百怪 什麼加密貨幣都有的 小狗幣 小貓幣 狗狗幣 什麼採權幣 這大家有名的 然後這個 沒名的還一堆 一大堆莫名其妙 你如果可以去創造一個 只要有人可以 各種幣都可以有 然後所以到底哪些 會不會很亂啊 當然亂 就哪些加密貨幣是可以買的 我會提供大家幾個建議 就第一種加密貨幣可以買的是 它有稀缺性的 譬如說像比特幣 這比特幣為什麼可以買 為什麼比特幣價格 一直都在4萬5萬6萬的美金上下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比特幣的稀缺性 因為比特幣發行的時候 它當時就設定好了 就是2100萬個 就是信量 就是2100萬個 不會更多了 而且比特幣發完了之後 只會越來越少 還不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各位知道 比特幣所有的加密貨幣的前提 都是它是存在你的錢包 或者是放在交易所裡頭 放在交易所就算了 比如說我的買賣比特幣 我是用交易所 因為我自己懶得去寄這些 這個相關的這些密碼 私藥 我們叫做私藥 就是私人的密碼 鑰匙的藥 但是很多人是放在自己錢包裡頭 那放在自己錢包裡頭 當錢包不見的時候 那顆比特幣就消失了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幫你救了 這找不到 你說你的名字 我看了一個新聞 我知道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嗎 英國的一個年輕人 他的筆電 他的厭世了 你知道嗎 非常厭世 因為他當時我還記得他只花了56英鎊 買了好像100顆比特幣吧 對 很剛開始的時候 各位想想 100顆比特幣 好像在20 我都沒記住2013年的時候他買的 現在不得了 一顆現在5萬美金的話 對 驚人的 5萬美金的話 他就是500萬美金了 對 500萬美金是多少錢 所以他好厭世喔 因為他媽媽 他的筆電被丟了 對 他媽媽把他電腦丟了 然後所以 他的那100顆比特幣就消失了 從此在這世界上就沒有了 對 很多人都會弄不見 所以比特幣會輸得越來越少 所以你說比特幣現在是不是 成為另外一種 大家叫做虛擬黃金跟虛擬鑽石 我認為當然是這樣 因為持有比特幣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包含很多那個高端理財的銀行 那麼美國這些private bank私人銀行 他們也把他們的高端的這些客戶 他們的資產做重新配置 那當然有一部分就擺在比特幣裡頭 這個作為這個資產的配置的一種 所以比特幣未來就會成為像黃金 像美元 像外幣這樣的一種姿勢 那因此比特幣要跌的可能性 說要大幅崩跌到零完全消失不可能 這幾乎不太可能 因為持有的人越多 相對來說他的抗跌性就越高嘛 那第二種幣 針對了比特幣其實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覺得就是比特幣的就是 還會漲很多有好多個人 當然可能他們自己有買 那可是也有人說比特幣 這個高點已經過了 接下來可能還會光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的看法是非常分歧耶 請教大家聽歌 坦白講我覺得 我對比特幣未來趨勢是比較樂觀的 當然我並不鼓勵大家一定要去投資 就是說以我自己的角色來看的話 像我是一個比特幣的投資者 那我待會兒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怎麼來做投資 但是我先回過頭來講的是說 比特幣是可以買的 另外一種幣叫做以太幣 對以太幣就是第二大 但以太幣的價格 大概是沒有辦法超越比特幣的原因 所以以太幣可以無限量發行 那以太幣你會問我說 它可以無限量發行 它為什麼還有價值呢 因為以太坊的這個平台 是現在很多智能合約都架在上面 所以很多人在以太坊上要運行 它就需要貨幣 對它就需要貨幣當作仲介嘛 所以以太幣的這個 它真正的價值是建立在它的實用性上 雖然比特幣的區塊鏈最近也有一些改變 所以他們也增加了智能合約的功能 但是畢竟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就是建立在區塊鏈上的一個 電腦程式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這個簡單幫大家科普一下 這所謂智能合約就是 你想像一台自動販賣機 如果你丟10塊 它就可以調出一瓶生活綠茶 然後你丟20塊 它可以掉下一瓶梳泡 然後你丟30塊 它可以掉下一瓶泡麵 這是基本的架構 那你丟20塊下去 你能拿到什麼 你當然就拿到梳泡 你不會拿到生活飲料 你也不會拿到泡麵 智能合約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在區塊鏈平台上 把這個智能合約寫好了 這個input的什麼 output的就是什麼 對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銀行 他們把他們一部分的 這個保險的業務 它也用智能合約來處理 譬如說這個旅遊保險 它並不複雜 就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領到多少錢 它也是一個智能合約的概念 就是一個公式 一個方程式 一個計算 但是特點是在於說 城市不會騙人 但是城市會被篡改 城市會去改 沒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要改 它是有一個那個碼可以去查的 所以這就在區塊鏈上特點 我剛剛說過區塊鏈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去中心化 第二個不可篡改性 因為區塊鏈上沒辦法篡改 這個架構沒辦法篡改 所以區塊鏈就解決了 這個人類的價值傳遞的問題 那這個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我回過頭來講 所以為什麼以太幣可以值錢 就是因為以太幣 它能夠有功能 因此如果大家要去投資 這種加密貨幣 就要考慮 這個有很多加密貨幣 是有稀缺性的 那有很多加密貨幣是有功能性的 而且現在功能性的幣越來越多 那麼功能性的幣 在一定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有一些幣在推出來之後 它將來會被使用的 譬如說有一些公司 它推了這個代幣出來 為了去買賣全球的期貨 買賣股票 那這些幣隨著這個使用人數的增加 它都會升值的 你知道我看過一些幣 推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只有0.000幾美元 可是沒過多久 它就一顆就等於一塊美元了 所以漲了一千倍一萬倍 所以在幣圈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做貨幣的投資 所有加密貨幣的發行 都會有一本白皮書 所以要好好的閱讀 或者是你至少要看一下 這個貨幣是幹嘛的 你不能說出來一個幣 你就買一個幣 或者是這個Elon Musk喊一下 大家就趕快去買這個狗狗幣 這些都是屬於炒作的範圍 如果真正的要做加密貨幣的投資 必須要記得幾個關鍵的 就第一個 你一定要看這個白皮書 現在在這個在幣圈 有很多是屬於龐氏騙局 就前一段時間出來的魷魚幣 你知道魷魚幣 是因為魷魚遊戲這個遊戲 就發了魷魚幣 所以你知道嗎 這魷魚幣在發行之後幾天 漲了7000倍 然後再過兩天就歸零了 所以歸零的時候很多人就在罵 你知道嗎 說這就是個龐氏騙局 為什麼歸零 歸零的時候 很多人就自我調侃說 那就是魷魚遊戲啊 魷魚遊戲最後贏了只有一個人 不是嗎 所有的錢都只給了一個人 然後最後只不過是這個魷魚幣 贏的人就是那個騙子啊 騙子 他做出來的騙局啊 所以要慎選白皮書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才秀秀講說 怎麼買 我會建議大家就那種定期定額 像我是比特幣的投資者 我沒有辦法去抓住 比特幣的匯率它波動很大 所以我們每一段時間 買一點點買一點點買一點點 而且第三個特點我要提醒大家 是千萬不要all in 就是不要把全部的錢都投下去 這真的不要去做這個 歸零就 傻眼貓咪加酷酷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未來這一年 最重要的新的趨勢 就是加密貨幣 那有了加密貨幣的支撐 元宇宙就可以形成了 那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們時間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好好講一下元宇宙 我認為這都是在未來一年 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 人類的科技的突破 會改變我們的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我最近你知道 我拍了一系列的那個 三分鐘搞懂區塊鏈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 就是希望讓更多的民眾 能夠理解區塊鏈加密貨幣 跟未來的元宇宙的關係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千根講得非常精彩 可是我覺得只是一個小小的開端 那今天是新的一年的一開始 那很開心 大千根就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接下來這一年可能會有的趨勢 大家可能要來了解 來懂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在下幾集 再來分一次 對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沒問題 對 來了解今年 我們應該要了解的一些 很重大的一些趨勢跟方向 當然今天非常感謝大千哥 新的一年一開始 又陪我們螃蟹秀開閘手的 鋼鐵蟹堡上線 來一起度過新的一年的開始 那也希望呢 在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 有回顧了過去一年的十大新聞嘛 好的呢 我們留下來 繼續呢 讓它更好 往正面發展 不好的 我們就讓它留在過去 揮別過去 在新的一年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夠天天開心 最後我們請大千哥 新的一年開始 有什麼話想跟我們鋼鐵蟹堡說 對 新年快樂 祝福所有的鋼鐵蟹堡 在新的一年 我們都有新的希望 都有非常美好的未來 那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 沒錯 謝謝也祝大家 新的一年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願望都能實現 如果你還在實現中 努力加油面對 最後真的實現它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禮拜見了 拜拜 拜拜